历经多次的山崩没有人死亡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规模的山崩 到底事前有没有征兆 其实在今夜也有市议员踢爆 早在六个月之前就有相关的落石崩落 而且也希望能够有公务局来介入处理 不过公务总局目前也只有设立防护网 结果没想到还是没有办法挡下这么大规模的土石 而其他的地质专家也开始在分析相关的原因 因为真的有很多的原因综合起来 像是岩石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风化出现裂痕 再加上梅雨封面报道 而且前几天也发生了地震 综合起来才酿成了这起大规模山崩 而刚刚的新闻当中也不断跟您强调 在11年前也曾经有发生过巨石掉落的意外 相关的画面我们带您回顾一样的惊松 大量土石倾泻而下硬生生将道路阻断 大片山壁裸露汽车被土石掩埋 就连护栏也被砸毁 护栏的下方其实就是一个中油的油槽 只要整个油槽被打破 整个油会漏出来 同时因为现在有大型的机具 进入到这里在施工当下 其实是很容易会发生爆炸的 油槽位置就在山崩地点正下方 幸好没有被落石砸中否则后果难以想象 但好端端的怎么会无预警山崩 让人联想是否与近期频繁地震有关 基隆这边在花莲这个地震系列里面 其实它的震度都很小 最大也曾经直到二 所以其实跟地震并没有任何相关 专家说这次山崩和地震没有太大关联 研判是因为基隆靠海 岩石经过长时间风化出现裂痕 加上于是带来水汽才会导致山崩意外 那么在石头的内部里面有一些裂痕 就是我们一般专业叫做节礼 所以这样最近下雨 所以水会增加在节礼里面会有润滑的作用 所以会有山崩的现象 只是相同路段11年前就曾有锯石掉落 轿车被土石推到对向车道 只差一秒就被石块砸中 坍塌意外已经不是首度发生 专家建议可以透过空拍机监测 并且加强稳固边坡 防范再有意外发生 记者总和报道